好 接下来呢 为了让大家更清楚 然后给大家画一个图啊 转换流一个图解 我们来画图分析一下这个转换流 首先呢 我们在中间呢 还是有这个一个扎握程序 对吧 扎握程序 然后呢 在这边我们干嘛呢 哎 要有这么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叫什么呢 叫做UT2-8 UTF-8 点这个TIT 然后我们要去读这个文件 我们读这个文件 直接用哪个流读啊 是不是用字节流啊 你说他为什么用字节流 不用字符流呢 我们字符流 他相当于内置了一个编码表 那么他会用平台默认编码表 那他会把你这里面 字节转换的字符 但是你这里面编码表 是UT2-8的 如果用DPK去转换 就会怎么样 是不是乱码了呀 所以这里面用字节流来读 字节流来读 那就是file file input stream file input stream 好 字节流来读 然后呢 我们对他进行再怎么样 再一次包装 就相当于对他进行转换了 出现什么 input stream reader input stream reader r-e-a-d-e-r reader 然后这里面来个什么 来个字节流 字节流 然后加上什么 编码表 字节流 加上编码表 那么通过这个指定编码表 将字节去转换成了字符 字节通向字符的桥梁 通过 通过 通过指定的编码表 将字节转换为字符 那么接下来再来看啊 我们把它又进行了 又进行了一次包装 那么这个叫做什么 buffer reader 叫做buffer reader buffer reader 好 那么接下来呢 这面也有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叫做 gbk.tit 叫做gbk.tit 然后呢 这面是将字节不断的去转换成字符 对不对 这一步是读到每个字节 这一步呢 是将字节转换字符 那这一步呢 是更高效 就是把字符存储在缓冲区里 然后呢 再一个一个给我们扎握程序 那么接下来干嘛呢 扎握程序 把这个字符 一个一个的去存储到我们这个 这个缓冲区里 那这个缓冲区叫什么 buffer的writer 它叫buffer的 bu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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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iter 然后呢 我们再把字符拆成字节 再把字符拆成字节 字符拆成字节是什么 是不是output stream writer output stream writer r i t 然后呢 这叫什么 字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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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编码表 然后叫字符通向字节的桥梁 通过指定的编码表 将字符转换为字节 转换字节之后 我们还需要怎么样 是不是通过字节流把它写出去 所以又有一个字节流 还有一个字节流 那么这个字节流叫做file什么 file output stream对吧 叫做file output stream 然后写到文件上去的一定是字节 好来看 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从这边拿到的是字节 然后通过指定编码表转换成字符 然后存储到缓冲区里 缓冲区一个一个给我们的扎容程序 然后扎容程序 在一个一个存储到这个buffer writer 这里面存满了之后 要干嘛呀 是网处写啊 网处写的话 通过指定编码表 对它进行拆开 拆成字节 然后呢 通过字节流 写到文件上去 这就是转换流的一个图解 好 这个值点呢 我们就说到这里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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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